記者現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騎經渡輪上面 我們可以了解到今天康瑞颱風已經遠離台灣了 所以在這個地方高雄市是正常上班上課的 騎經的民眾也就照正常上班 所以騎經渡輪早上的時候5點就準時開了第一班的船 來接送這兩地的民眾 我們來聽一下稍早的民眾的訪問 昨天都沒有開船 昨天颱風天 早上有開幾班後來就沒了 今天恢復正常 就趕快過來買東西 我們可以聽到民眾之說 因為昨天渡輪早上只有開了幾班 他們沒有來不及來買東西 今天一大早就專程從騎經坐渡輪過來 古山這個地方買完東西馬上就要回到騎經本島 我們可以看到早上一早上班時間 就有不少的機車跟居民搭著船要趕著去上班 在這個地方已經一天沒有上班了 但是今天一早開船班開始 就整個就正常的生活作型 那目前高雄的風勢並沒有很強烈 也並沒有下雨 已經遠離了這個暴風圈了 那以上是高雄的最新情形 我們下午晚上不見 我們下午下午市 我們下午的一天 我們下午趕快點 來看吧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